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19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微播 我是Jennifer 美国总统川普1月19日 星期六再次对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 称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协议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但在另一方面 否认他正在考虑解除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 不过路透社近日的报道却指出 美国贸易战的深度与诉求 目标以非签署传统的双边贸易协议 反而更像是寻求彻底制裁中国 据知情人士透露 在贸易战谈判进行的同时 川普政府正施压中国同意将定期审查列入协议中 美国将以此条款定期检查中国是否有确实改革了 强迫技术转让 盗窃商业机密等核心议题 而这就是美国不是追求双边贸易协议的关键 路透社还指出 川普大增关税 强硬要求中国改变的做法 更像是美国早已对俄国伊朗等国实施的金融制裁 这类制裁皆需等到美国财政部 确认受制裁国家改变行为后才会取消 川普政府将发布行政命令禁止中国电信公司 在美国销售产品的传闻甚嚣尘上 路透社去年12月就报导 川普政府已列出14家中国电子大厂的管制名单 被业界称为是死亡笔记本 但这项名单至今未正式对外公布 彭博近日又报导说 川普政府准备发布行政命令 严格限制中国国营电信公司在美营运 不排除比照去年对付中信通讯的做法 以断华为后路 彭博报导还说 目前行政命令尚未成交给总统 命令内容不会直接点名华为等公司 也不会直接禁止他们在美销售产品 但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 命令将赋予商务部更大权限 检视与包括中国在内对手国有关企业的产品和采购 曾任职于兰德公司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毛文杰说 川普政府可能将在未来几周发布 严重伤害华为的行政命令 恐让华为难以营运 一些美国企业正为此预作准备 1月17日 79岁的美国众议院女议长佩洛西 率议会代表团秘密乘坐大巴 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他们将在那里搭乘国防部提供的军机 前往阿富汗美军基地的慰问 毕竟也是美国第三号人物 去阿富汗这样的战区 搭乘美国的军机也是惯例 当代表团到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 他们很惊讶地得知 川普刚刚发表了一份致佩洛西的信 信中这样写道 由于联邦政府关门 我很遗憾地通知你 你的布鲁斯尔 埃及和阿富汗之行已经推迟 当政府关门结束时 我们将重新安排这个为期7天的行程 鉴于有80万伟大的美国工人 没有领到工资 我相信你会同意推迟这次公关活动 因为这是完全恰当的 据微信公众号号金笔记披露 15日下午 现任陕西省副省长陈国强 被调查人员从省政府大员带走 当晚赵正勇落马消息公布 现年57岁的陈国强 是赵正勇的安徽同乡 曾任省政府副秘书长 在赵正勇担任省长省委书记期间 陈国强担任省政府秘书长 去年升为副省长 分管省国土资源 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 根据陕西政府公众信息网的消息 14日 陈国强还曾去调研过 保机过境高速公路通车情况 但此后未再公开露面 陕西官场地震仍然在继续 现任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 在周五出席全省纪委会议中 点名提出了四大省部级反面 他们包括官宣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 陕西省原书记赵正勇 在2018年一审被判无期的陕西省原常委 西安市委原书记魏明州 正在等待其被指授会案一审判决的 陕西省原副省长冯兴柱 现已官宣落马的陕西省委原常委 省委原秘书长钱颖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近日披露 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张绍春涉嫌受贿 收受6698万人民币汇款 不过有网民指张绍春贪腐远不止这些 去年5月7日中纪委官网通报张绍春落马的消息 随后张被双开 官方通报称张绍春违反政治纪律 并称其生活堕落搞情色交易 网上有人爆料张绍春有148名情妇 资料显示生于1958年的张绍春 长期在财政部工作 直到2018年4月卸任 张绍春在副部长的职位上做了12年 华为波兰分公司总监王伟金 已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月8日遭波兰当局逮捕 华为随后更宣布将他解雇 王伟金1月18日周五 透过代表律师发表声明 指自己被控间谍罪是无辜的 据报道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伟金 在波兰罗兹大学学习 参加了为期一年的波兰语课程 2006至2011年期间 在中国驻波兰总领事馆工作 2011年他辞去公职 担任华为波兰分公司传讯总监 2017年起出任销售总监 中国大使卢沙也警告 加拿大不要禁止华为5G后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 在渥太华做出回应 称加拿大不会在安全方面妥协 加拿大联邦公共安全部长 古德尔周五在魁省出席内阁会议时 接受记者提问 古德尔部长说 当澳大利亚审核华为 在其通讯网络中扮演的角色时 中国也曾威胁过澳大利亚 他说我们理解过程中会有些言论 但是我们会基于加拿大的利益 做出判断 不会被吓到 古德尔没有说明 加拿大预期何时完成5G审核 但他说我们不会在国家安全上妥协 加拿大CBC新闻网周五发表分析文章 题目为 加拿大的不满与中国的死亡威胁外交 并称加拿大人谢伦伯格的死刑判决 展示了中国的新型禁共式外交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司法制度专家克拉克在其伯格上声称 北京方面针对三名加拿大人的行动 强化了这样一种怀疑 中国把人质视为一种可接受的外交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 称加拿大试图动员西方盟友 向中国施压的行为很无理 并称没道理的舆论压力对中国轻如红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反驳 加拿大总理就谢伦伯格死刑判决 是中国任意执法的言论 称杜鲁多的言论不负责任 一笑大方 这种针对中国通常视为友好国家领导人的 个人攻击非常不寻常 加拿大前驻中国大使赵扑指出 这清楚表明了我所称作的一种新型是中国 他称这个中国更加自信和咄咄逼人 在很多方面都扮演着欺凌者的角色 赵扑指出 如果调动盟友帮助加拿大向中国施压无法奏效 加拿大政府可能不得不考虑采取其他严重的手段 包括取消中国运动员未备战2020年北京冬奥会 在加拿大的训练 甚至一旦事态非常严重 召回驻中国大使或驱逐驻中国加拿大大使 据法国媒体周五报导 被中国当局已受贿指控拘押在中国的 前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妻子格雷斯梦 向法国寻求庇护 孟宏伟失踪后 他的妻子格雷斯梦 依旧生活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所在地 法国城市里昂 他在1月10日接受法国广播电台和解放报的采访时表示 他担心自己和两个七岁儿子的生命安全 我需要法国政府来保护我 协助我 来帮助我和我的孩子 格雷斯梦说 我担心被绑架 格雷斯梦告诉法国媒体 去年10月初 在他的丈夫被捕的消息公布之前 曾有两名中国商人去过他家 向经济学家出身的他咨询投资建议 并邀请他乘坐私人飞机前往捷克 但遭到了他的拒绝 他认为这是绑架企图 此后便向法国警方寻求了保护 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和解放报采访时 格雷斯梦说 他没有收到丈夫或家人的任何消息 他的中国电话和互联网账户被屏蔽了 他同时表示 自己接到过奇怪的电话 还曾经有一对中国夫妇尾随他进入一家酒店 试图收集有关他的信息 格雷斯梦于周五正式向法国政府提交庇护请求 微软已经给出消息 2019年12月10日放弃Windows 10 Mobile 届时这个系统的用户不会再有任何更新了 其实这个公告已经基本宣告Windows Phone的失败 对此微软表示随着Windows 10移动操作系统的支持结束 他们建议客户改用受支持的安卓或iOS设备 Windows在移动设备上失败的原因有很多 但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没有足够的应用程序 前Windows Phone负责人特里曼尔森去年3月曾表示 Windows Phone项目进行不下去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软件和硬件都得不到厂商足够的支持 光靠微软是不行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微播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